这次 takes a quick shot 少杰 那个 会不会有危险 连这点危险都忍受不了 还拍什么热门视频啊 真的会有 地铁怪兽 这种东西吗 如果网络上流传的信息是真的话 那这里就会有怪兽 这里是废弃了的地铁轨道 所以被废弃的地铁 进化成了怪兽也说不定 不会吧 吓死我了 是什么声音啊 我不去了 美琪 等等我 地铁怪兽 这是陈飞的朋友拍摄的视频 妙 这是根本什么都没拍到啊 但是经常听到地铁怪兽的传闻 还总是传出 人们在半夜听到恐怖的巨响等消息 或许是因为无尽金属的影响 出现了新的怪兽 对 我们先去调查吧 陈飞 陈飞他去哪了 让开 让开 再快一点 烈焰冲锋车 好的陈飞 出现新怪兽了 今天也帅气地解决他吧 你的银河轩外卖 让您久等了 嗯 外卖好快呀 谢谢啊 多亏烈焰冲锋车你 准时送达了 陈飞 怪兽在哪里啊 怪兽 没有啊 什么 陈飞 你开车是为了帮银河轩送点新外卖 因为你比摩托车快嘛 我是正义的赛车 不是送外卖用的车 陈飞 你在哪儿 我在 烈焰冲锋车 不是送外卖的车 市民们都已经开始向我们投诉了 说一辆神秘的车辆 不遵守交通规则 在街上跑来跑去的 啊 抱歉 我一定会好好叮嘱烈焰冲锋车她的 陈飞 那怎么会是她的责任 是你的责任 拜托作为龙战士自觉一点 嗯 好 娘 在地底感知到了不明的震动 你说什么 这里面有怪兽的巨响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能听到声音 昨晚拍到的怪兽 那个家伙很可能又开始行动了 陈飞 坐上烈焰冲锋车进里面搜索 好的 交给我吧陈飞 快坐上来 小心点 这个地铁线路的构造很复杂 知道了 走 出发 熠阳 如果我能找回其他的赛车 其他的赛车 除了烈焰冲锋车 还有四辆和我分开的星园赛车 他们应该就在星园市的附近 只要能找到那些星园赛车的话 就会成为龙战士新的力量 好的 让我们来帮你一起找 嗯 完全不知道 星园市地底下 竟然还有这么宽阔的空间啊 陈飞 感觉到可疑的气息 是怪兽吗 不太清楚 正在朝这边来 那是什么 一铁怪兽的真面目就是那个家伙吗 长得好像巨大的蜈蚣啊 照这样下去一定会相撞的呀 有意思 我不会躲也不会逃跑的 陈飞继续这样前进 就用我烈焰冲锋车的力量 以及消灭那个怪兽吧 快来吧 你这个怪兽 什么 需要逃跑了 追上去吧 这简直就像一个迷宫 这个迷宫 是刚才那个怪兽做的吗 应该是的 那个怪兽 应该是因为无尽金属的影响 使得地铁和蜈蚣合体 从而变成怪物的 从现在开始 将其命名为蜈蚣怪兽 如果蜈蚣怪兽来到地上 星园市将会遭到巨大的破坏 在那之前必须消灭它 知道了 放心 我不会让它跑掉的 这里是 好像是为了防洪 而特意建造的派水局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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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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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龙战士出动的时间了 龙战士 星云 变身 来吧 效量一番吧 陈飞 用我的力量 拜托了 光速开装 烈烈冲锋形态 上 开装 感受感受一眼冲锋炸的力量吧 怎么样 找到有关赛车的什么线索了吗 没有找到 尿 这个洞是什么 我是云阳 在地面上发现了不明原因的巨大洞口 推测 那个是蜈蚣怪兽挖的洞 蜈蚣怪兽通过这个洞口来到地上的话 云阳 云阳 能听见我说话吗 云阳 那边没有应答 不好了 云阳刚才掉进洞里面了 什么 你能去救云阳吗 陈飞 快点追出胜负吧 好的 烈烈冲锋 冲锋炸 云阳 将冲锋炸 二车 云阳 明硬炸 吹 星隆 又被狼狼炸 襲 云阳 脸成了脸额 那家伙是不死之身吗 陈飞 再砍一刀试试 先等一下 武功怪兽就算被砍也不会倒下的 千万不要冲动 越砍数量只会越多 什么 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消灭那个家伙呀 不好 这样下去会撑不住的 看来恢复一世 宇宙最美丽的宫主 你是 全非 这次不要砍他俩吧 试试将来砍碎成块 这会很危险 无论怎么砍断 武功怪兽的数量都只会增加 切成十块就变成十个 没有办法消灭这种怪兽吗 神非 加油啊 你是谁 我叫急速方程车 是来自泰格诺行星的赛车 凯莉正在找你呢 原来你真是凯莉 你在这里做什么 追入这个星球时 在地下暂时顺了一会儿 却碰到了武功怪兽 原来你碰到了那只怪兽 为了不让那家伙去到地上 我一个人在战斗着 云阳 能听见我说话吗 秦枫 还好你没事 抱歉 让你们担心了 我没有受伤 现在的状况对龙战士不利啊 我发现了新的星园赛车 呃 什么 你说的是真的吗 现在居然我和这辆赛车 一起去陈飞那里吧 是个棘手的家伙 就交给你了 我现在就把陈飞 所在的位置信息传给你 好 我需要去救我的伙伴 我想你跟我一起帮助他 就放心 交给我急速方程车吧 好 出发 可不能让你这样 出出可怜的公主 陷入危险之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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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等了下 这是去哪儿 这和陈飞所在的位置 真是相反方向 我当然知道 但是 我首先要保护好你的安全 我也是宇宙守卫队 所以呢 不是说你们赛车通过和车手的联动 速度会变快 变得更强吗 知道得很清楚吗 我会成为你的力量 所以 我们去帮助陈飞吧 现在看来你是个固执的公主呢 急速方程车 好久不见 凯莉 原来你在地下呀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这些话之后再说吧 我要去阻止那个怪兽了 等一下 公主 接下来就让你看看我的英姿 你一个人战胜不了无功怪兽的 它实在太强大了 你好像太小看我了吧 在速度上 我有信心不会输给任何人 急速方程车 我也想拜托你 龙战士要赢 就需要你的力量 龙战士 龙战士是谁 好像和我没什么关系 真是的 这种莫名的自信到底从哪里来的呀 急速方程车其实很单纯 它自以为是赛车中速度最快的 所以引以为傲 你只要夸赞一下它 它就会答应你的要求了 相信我 真的 它之所以会称呼你为公主 是因为它觉得自己是英姿撒爽的骑士 玉阳 你试试称赞一下它 有意外收获 公主和凯莉 你们俩在嘀咕些什么呢 让我过去打败怪兽吧 那个 听说你是赛车中最快的 是这样吗 当然了 怎么突然这样问 啊 真是太酷了 我好想见识一下你最帅气的一面哦 哈哈 那就必须让公主见识一下 啊 所以拜托了 带上我吧 哈哈哈哈 婴阳的撒娇太可爱了 真是的 拿你没办法 快坐上来吧 啊 做什么呢 快坐上来 出发了 小心不要掉下去了 公主 行 amen 拜托你们了 玉阳 急速方正车 problematic 夸子 这两只蜈蚣怪兽想要爬上地面 必须要阻止他们才行 就这样只能让它跑了吗 等很久了吧 是新的赛车 急速方程车 你没事啊 公主 我的驾驶实力如何 啊 简直是太帅了 谢谢公主 那这回就和那个怪兽来吵华丽的速度竞赛吧 天哪 云阳 你和那个家伙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急速方程车 你是在无视烈焰冲锋车我吧 这不是烈焰冲锋车吗 怎么翻过来了 真可怜 犯人 这么晚来 还这么嚣张 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前面 看前面 就是你们 还想追得上我 在这里 在这里 哈哈哈 在这里 在这里 不愧是急速方程车 速度惊人 真是太帅了 公主 就让你再见识一下我的英字 呃 他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知道 呜 呜 呜 陈飞 趁这个机会变身成龙战士吧 龙战士的力量现在还有 呜 知道了 龙战士 星人 变身 哎呀 这回 啊 难道 她就是传闻中的龙战士吗 赵哥有点帅嘛 虽然呢 确实比不赵哥 陈飞 我们再次合体吧 但是砍断他 还是会再生啊 只会重复发生同样的事情 急速方程程 有没有打倒那个怪兽的办法 公主 你听好了 我和那个家伙大战了好几天呢 我只偷偷告诉你 别摆架子了 有办法就快说 那个家伙身体的各个部分 都有各自的核心 在他再生之前 把核心全部破坏掉就可以了 身体各个部分都有核心吗 弱点是知道了 但是要怎么做才行呢 凯莉 你没事吧 陈飞 龙战士和急速方程程 合体的话 可以对抗那个家伙 真的吗 要我和龙战士合体吗 那公主怎么看到我的英姿 你这家伙 牛日什么呢 赶紧合体 拜托你了 既然公主这么说的话 那就试一试吧 你真是的 陈飞 是现在 开出来 光速开装 急风顺应形态 光速开装 急风顺应形态 这就是新的形态 成了 太帅了 公主 好好看着我和龙战士的出色战斗表现吧 这里啊 这里 好热啊 公主 这次给你看看我高超的技术 想看吗 当然想看了 但是 叫什么名字来着 龙尘飞啊 尘飞 踩起来 急风双刃 急风 双刃 来 我要用我的速度 穿透你的心 我的公主 不是看那边 看前面前面 速度好快 怎么样 我的华丽攻击 是不是快的都看不清了 又来了 自己分离 变成了四个 事情越来越有趣了 但是 无论有多少只扑过来 都不是我的对手 怎么办 用急风天响斩吧 急风天响斩 做到了 公主 你应该不会因为我的活跃表现 而感动哭了吧 你简直是太帅了 谢谢 等一下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活跃 而是和我一起的活跃 知道了 知道了 云阳 你真的太厉害了 凯丽 你真的是 你给我过来 干嘛生气啊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别这样了